7月29号是圣马尔大女修会的主宝詹里 在花莲美伦敬教之佑主教座堂 由花莲教区黄兆明主教朱立感恩弥撒 与十多位神长一同庆祝圣马尔大女修会 杨贤妹与林美凤修女的钻石庆 以及张金妹修女的金庆 今天7月29号 我们与普世教会一同庆祝 马尔大玛利亚拉赵路三位圣人的节日 圣马尔大女修会的主宝詹里 特别是我们和两位两前妹修女 与美凤修女发愿钻石的庆 以及张金妹修女发愿的金庆 黄兆明主教特别以圣马尔大的信德与精神为例 来感谢修女与会士们将一生奉献给天主 以及长年的陪伴唐区教友 我们可以想象一位修女从她开始发愿 18岁20岁到现在60年的时间 把她的一生的生命是用在为别人来服务 而不是纯粹的过着自己的生活 通常我们在讲马尔大和玛利亚这个姐妹的时候 我们比较容易去分什么 马尔大好像是那个劳碌兵的人 去做工作啦 做很多的服务啦 可是它最基本最基本就是他们对耶稣的信仰 黄主教表示在这个时代发愿是多么的不容易 每个发愿都是会士们表达对天主的信仰 体现基督的精神以及对人们的爱 每一次发愿就是一个信仰的表达 我们可以想象在六七十年前 那个时候的花里来的一个情况 我们结证部分都是因为生活在偏向 整个花工地区所有教友人的生活里面 有多少的教友的形容 他的信仰是因为你们修女人跟他们讲 是因为我们修女人影响了他们 不只是在生活上面 甚至于我们在上了很多的神父修女 同意的神父修女的圣召 也是因为我们修女人的服务 我们简单的服务 影响了和孕育出了神父修女的圣召 我们要感动的心情感谢修女们 还有你们的家庭 这样子把你临风签出来 那更重要就是我们要效法 亲女人的这样奉献的精心 随后 钻石庆与金庆的修女们 在祭台前分别再次宣发誓愿 追随并效法主基督的精神 在天主的恩宠中继续服侍大众 借今天五十多年请 天主恩赐福福宪的恩典 我 张金妹 伊丽莎修女 愿以更新的热忱 在修会圣愿 在修会圣愿的忽悠下 在修会圣愿的忽悠下 重申宣誓神评 增减服从三愿 按照本会会宣 遵守致使 祈祢愿愿我再次的奉献 我 梁姐妹 玛丽莎修女 佛 林美佛 德兰修女 有幸在 玛丽莎修会 和大家体中 上渡过六十周年的信誓 在你无限的慈爱 获得了丰厚的恩仇 现在我愿意 与更新的热忱 从三叶三叶 与父同圣愿 十次流年 推荐你的圣子 果在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阿们 我看见新生成年无萨了 从天上将来 生来之圆圈 贝离 又如新娘 神传喜悦 喜乐我你 修女们宣发誓愿之后 与孩子们在活泼的原住民歌舞声中 一同奉献品酒 修女们再次将自己奉献给天主 在生命中继续服侍众人 祝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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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贝离